马上来关心到准总统赖兴德和准副总统小美琴 今天下午呢是来到了外交部 要来聊听取工作简报 来了解目前台湾的外交情况 陪同出席的呢 还有外交部长吴周谢 跟总统服秘书长林家龙 距离520的交接其实越来越近了 到现在只剩下不到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因此准总统赖兴德跟准副总统小美琴 都会安排时间到部会 来了解各部会的工作情况 尤其是外交跟国防 这两个是总统职权中的重中之重 而这回陪同的官员呢 其实也相当的有意思 就在前一天 蔡总统接见外兵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 总统服秘书长林家龙 未来即将来接任外交部长一职 至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吴周谢呢 将来是接掌国安会秘书长 也就是总统府直属的幕僚机关 国安会将来是由吴周谢来执掌 因此呢 今天是由这两位重要的官员 来陪同赖兴德和肖美琴 这两位正副总统当选人 来参与外交部的这个参访行程 可以协助这两位 更能明确的掌握外交的情况